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有葉宏儀和洪重任的 Hello 重哥 你好 宏儀 今早一早見到 我們這個巴黎殘奧 香港代表團回到香港 昨天上台我們節目的 民體女局局長 楊潤紅 今早一早拉大隊去接機 我知道我們的嘉賓主持 鄭詠迅今早一早去接機 還跟翠兒自拍了一張聲音給我 其實真的很開心 以往 講很多年前 通常奧運完後 其他在殘奢運動會的運動員回來的時候 比較少人接機 現在可能是過去幾屆 都營造了社會氣氛 很多人都會去現場 為運動員打氣 那個氣氛真的不錯 其實我覺得是好的 不單止如果你說獎牌運動員回來 固然之就要跟他們拍大你的手掌 但其實很多一些拿到獎的運動員都說 不是用一個獎牌來定自己 究竟是不是付出了更多或者很多的努力 其實見到今次我們殘奧裡面 香港派出了23位的運動員 在不同的項目裡面 都展現了這個精神就是 你想想拼盡無悔 去到每一刻他們都是盡全力的 我見到他們回來香港 有這麼多市民歡迎 都覺得很開心 還有他們有太陽花握手 太陽花代表了這個活力和希望 沒錯 今屆也是突破了上屆的成績 還有就是對於運動員來說 我覺得認同是最重要的 即是去到在這個機場去迎接他們 其實都是一份身體力行的支持 我覺得這些長遠來說 對運動員來說都是一種打氣 希望他們繼續在運動上面 或者不同的界別上面 就算退役了 都可以繼續發光發亮 回來我們都說 好像之前正奧一樣 都夾襲著一些余溫的尾巴 還有很多一些我們覺得有趣 或者大家要留意的消息 跟大家分享 今天來到這裡都是 說到巴黎殘奧 我們都有一件事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其實是否真的需要取消他的資格 但按規矩去辦事的時候 賽會的規則又不可以 真的因為可能有人情味而破了規矩 這些簡直是手掌又肉 手背又肉 很難 阿威兒 你是否說馬拉松被取消資格 沒錯 重哥最留意就是馬拉松 重哥說到巴黎殘奧 有T12級馬拉松賽事 有一位跑手阿干古斯 在跑步的過程裡 因為很希望幫助到他的領跑員 而當中的過程裡 其實就是鬆開了領跑的繩 原來大會的規則裡 其實在整個過程裡 你衝線之前 都是要領跑的繩 就是兩個人一起去跑 原來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以鬆開 結果他真的被DQ了 其實我真的很佩服領跑員和殘障運動員 因為是說42.195公里是沒有小度的 沒有小度的 好像阿威兒你也曾經做過領跑員 我曾經做過領跑員 你分享一下 但是那時是10公里的賽事 那時我跟領跑員一起去跑的時候 基本上我是一個全新的體會 我沒想過原來自己是要比平時自己跑 體力各樣東西都要多很多 重要的 根據他們的說法 如果那位領跑員 其實那個體能各樣東西 要高出視像的跑步員 要三成那麼多 你才夠能力夠力量去領跑 但反過來 其實我那位視像的跑步員 梁小偉他跑得很快 他跑進世界各地一些極地的比賽 而且他可以跑得很長 他跑得很長 我記得跟他一起做這個訓練 他教我怎樣做一個領跑員的時候 原來有很多事情 是我平時跑步是沒有留意到 是 除了我們有條的牽引繩 也都譬如我們的距離 甚至乎我們的步速 附近有些甚麼東西 因為他們真的看不到 很多時候都要靠我們領跑員 開聲去提 而亦都另外一個新的角度 就是發現原來在跑步鏡上面 不要塞著耳朵去跑步 我試過有一個很危險的情況出現過 就是在我們跑步的過程裡面 在馬鞍山那裡跑比賽 那沿路呢 因為不是封路 有其他一些使用道路的人在走的時候 我在那裡大聲叫 小心 因為有時他們突然間 我們叫做好像駕車咳線 咳過來閘著我們前面的時候 我收到步而已 其實市場運動員 是沒有那麼快收到步的 我有時是試過 直接把那條牽引繩搓停它 有一個危險在那裡 如果它不是那麼快反應 感覺到我搓停它的話 它很容易摔倒或者弄倒 所以我覺得兩個人 是一個純齒相依很密切的關係 亦都要好好夾過 才能夠完成整個跑步 還要42.195 其實那個磨合都需要很長的時間 是啊 那時我在九龍仔公園那裡 跑了不知多少個大八字 一個就是1.4公里 去磨合 而且他們真的很厲害 他們會完全感受到 你大概跑了1.4公里的大八字 不需要看標 他每一次都說你 這次的時刻應該是8分22秒至8分25秒 沒有誤差過的 真厲害 真厲害 所以我會覺得 為什麼這位運動員 他能夠做出這個舉動呢 可能當時也沒有考慮那麼多 就是覺得他是我的伴侶 他有不妥的時候 或者有受傷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是先顧著他 就是那個參賽的運動員 去幫那個領跑員 就是這次 因為那個領跑員好像抽筋 是啊 這樣又跌了在那裡 假設你是那個領跑員 或者是小偉 他如果你有什麼事 如果他去照顧你 如果在這個情況 你覺得你帶回去 這次的陳腦這位運動員 你是不是都會這樣做 我覺得梁小偉 甚至乎每一位的視像運動員 他一定都會這樣做 因為就是那樣東西了 兩個人是在一起的 不是因為我沒有了他 而帶不到我跑 而是那件事呢 就算我跑到 就算前面踏到一步是終點 我都不會拿起那個腳步 我會留在原地那裡 去協助我身邊那位 就是跟我一起去跑的partner 是 這個就是體育精神 其實都很無情 都沒辦法了 沒辦法 但規矩就是規矩 我們都不可以破壞 好 現在別說那麼多 做運動先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全民運動高高高 我是今天的主持Nikki 這集我們也邀請了 我們的體育能教練Venisa 你好,Venisa 你好,Nikki 上一集我們做了兩個退步動作 這集有沒有手部運動 可以教大家呢 今天我會有兩個動作 分享給大家 是關於我們三個肌的訓練 第一個動作 就需要用啞鈴,叫做肩膝押 第二個動作叫做臉部 待會我們會用電線 我先用啞鈴示範動作 對 我們去健身房 你需要找一個合適自己重量的啞鈴 然後你可以去椅子坐下 好,坐好之後 我們開始做之前 把啞鈴放在大腿上面 我們放在大腿上面之後 可以用腳把啞鈴踢上去 踢上去之後 我們拿好啞鈴 試試看前面 把我們的手放高 放90度 拳頭向天花板 要留意就是 手肘不要打開 我們有少許把握在前面 動作開始做之前就是這樣 我們要把拳頭向上 好,跟著手肘放下來 放下來的時候 要留意雙手需要穩定 千萬不要讓我啞鈴左右搖 我們把動作重複做 不停把拳頭向上 這樣,手肘放下來 你要留意做的時候 速度不要太快 因為有些人做得太快的時候 可能手會向外打開了 其實我們肩關節的壓力就會大了 我們的肩膀也很容易會受傷 所以你要留意 我們手肘向下,拳頭向上 做的時候 你眼睛也可能會看到牙鈴 你要留意自己的牙鈴 會不會很近自己的頭部 或者會不會掉下去 現在到你了 那雙腳是否像你這樣 雙腳可以踩在地上就可以了 踩在地上 沒錯 然後你可以靠著椅背 好,雙手放高 手肘曲90度 然後向天花 對了 現在你這個動作也很正確 手肘可以放在前一點 做的時候 想著牙鈴向天花的方向 好,雙手伸直 好,雙手伸直 然後手肘放回原位 好,動作重複做 有否說這個動作我們要做多少組 每一組我們要做多少下 一樣,如果你也有運動習慣的話 我會建議你做四組 每組做12至15下 而且你要留意 做的時候拳頭也不要向前跌 要想著… 向前就是… 千萬不要向前 向前就是這樣 對,沒錯 我們要將它向上 然後手肘放回原位 做的時候不要太快 要保持適當的呼吸 那Vanisa,我想問一下 平時如果在家製造 那張椅子不能像這張椅子 可以調校角度 那我應該怎麼辦呢 如果在家製造 首先要留意一下 家裏有否合適的位置 或者一個空曠的位置去做 那就避免危險 第二,如果你在家裏 未必有一張椅子有靠背的話 可能你可以放椅子在牆邊 那你的上身可以靠在牆邊做 也可以的 好,我現在要休息一會 好,那你把壓鈴放回大腿 然後再放在地上 那如果我是去健身室做 那是可以調校角度的 那不同的角度 那訓練出來的肌肉 會有甚麼不同的 其實因為我們今天做的動作 是跟三角肌有關的 那所以我們把椅子 就需要擺直 令我們的上背 可以靠在椅背上去做 那如果靠得太厚的時候 那動作就不正確 那也會增加我們肩關節受傷的風險 Lanisa,剛才我們用了啞鈴 去訓練我們的肩膀 那這次我們用我們的器械 去訓練我們的肩膀 那我想問一下 那這兩個動作 有甚麼不同的地方呢 其實我們的肩膀 叫做三角肌 那三角肌其實有分前速 中速和後速的部分 而你剛才用啞鈴 最主要是鍛鍊我們中速和前速的部分 當然我們整個三角肌都需要訓練 現在我們便會鍛鍊到我們後速的位置 我們需要用到鍋 還有一條繩 調校一個合適你的重量 那我們便可以開始做動作 我們雙手拳頭握住這條麻繩 我們先向後兩步 那你站的位置究竟要多遠呢 就大概當你的手放直的時候 你會見到鍋蓋有少許 讓你拉出來就已經足夠了 那會建議你的站姿 雙腳可以分開多一點點站 其實這個動作亦都可以坐在這裡做的 那因為這個動作叫做Face Pull 顧名思義我們會拉向面部的方向 那你做的時候 需要手肘打算向後的 而你會見到麻繩在你的眼部 或者在你的面部前面 好 吸氣放直 每一次拉的時候 你需要留意就是 拉到向自己方向了 儘量可以固定大概一至兩秒 讓你的肌肉更多感受到有一個緊張 好 吸氣放直 呼氣 所以你會見到 拉的時候 那條麻繩會讓你打開 手肘向後 還有需要留意 因為我們正在鍛鍊我們三角肌的位置 所以我們手肘的高度 會和肩膀的高度是一樣的 有些人做一下 可能他為了拉得快一點 那你手肘會慢慢向下沉 所以你也需要留意 我們肩膀要放鬆 手肘跟肩膀的高度是一樣的 保持適當的呼吸 還有做的時候千萬不要寒撥 一樣要挺直我們的上身去做 那現在就到你了 是我的手肘是手指對手指 對了 你雙手拳頭握住麻繩 然後你退後兩步 你會見到 鍛鍊有少許被拉出之後 拳頭去到我們三角肌的高度 對了 那現在你要想著 手肘向後 把繩拉開 沒錯 但因為你會見到 現在手肘是掉下去的 那你需要提高一點的手肘 好,吸氣,放直隻手 如果我的肩膀要撕掉 那怎麼辦 那你就要提自己 多點放鬆肩膀 或者你需要想著 我現在手肘 後面會有些東西 你需要觸碰到 手肘向後 沒錯 我的身體是否側側 因為我看你剛剛也是側側 因為我們會用一個 站姿的形式去做 其實我們會有少許傾厚 會令我們站姿更穩 但有些人說 可能我未必站得穩 其實你可以用椅子坐下做也可以 好,那我們是要做多少組 以及每組做多少下 我們每次可以做10至15下 為之初學者可以適應的次數 如果你適應了之後 你可以做多一點 例如加到四組、五組去做 如果Niki我會建議你做的時候 譬如我經常都忘記了 手肘會掉下來 你可以用一塊鏡子看得到 你可以看到自己做的姿勢 你會更加好 謝謝Vanisa 今集Vanisa教了我們兩個動作 去訓練我們的肩膀 我們前、中、後也有訓練到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試一試這兩個動作 今集我們就完結了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好,繼續回來這個環節 看談你有四 阿雯儀想問一下重哥 重哥,今天三糧教旨 你有沒有擔心呢? 不怕,有你綁著我 我是其中一糧 但是會進攻 不怕,你很疼著我 我知道你很疼著我 今天我們很開心 請你們兩位朋友 跟我們講一下這個棍網球 有香港棍網球女子U20代表隊的教練 就是范德軍 還有他們這個代表隊的隊員 林天衛的Tracy 你好 兩位 歡迎你 喂,Jama 你是教練,但是這麼年輕 為什麼這麼年輕就做教練呢? 沒有被我的樣子騙了 其實我也不年輕 但是年齡一點就不要透露 但是你當時都是球員出身 然後就做教練 沒錯,其實我也有代表過香港 去打勢敢賽 其實這個運動 在香港有多久的歷史? 其實我們都很久的歷史 其實在一九六幾年的時候 就有些外國人引入這種運動 去香港大學 之後就一直在香港大學的社堂 就有很多不同的比賽 之後總會其實是一九九三年成立 是香港的 是,是成立的 就是一班香港大學的學生 他們畢業之後就覺得 為什麼外面不能打 他們自己成立了總會 希望可以推廣到這種運動 是,那你自己又如何去接觸棍網球 我就是小時候去英國讀書的時候 接觸的 好像是英國是挺流行的 是,英國是比較流行的 是,是比較流行的 但是其實當時這麼多不同的運動項目 為什麼你會去玩棍網球呢? 因為剛好我讀過那一學校 其實棍網球是主行 所有人進入那一學校 都一定要學這種運動 所以其實現在就算有些球員 和我們另外的教練 其實都是我的師妹 是 就是那個文化充斥著 進入到去 每個人都要拿起棍網球 沒錯 那個球桿這樣來到 就是要玩一下 沒錯 那就是除了在九幾年的時候 就是帶了進來香港 那你都將那一種的… 他不是九幾年的時候 不是,就是… 我不是就說 教練就是你讀書的時候 你都將英國的打棍網 那個經驗和文化 在香港發揚光大 可以這麼說 還有當時也有些 可能在香港也有學過的球員 還有當時也有些 男子球員的女朋友 又跟著一起去球場 我們那時候也組成了一隊 都挺好 其實有時候看看的時候 又覺得挺好玩 自己加入去玩 不知道可不可以邀請我 做你們的朋友 我明明就打算自己打U60 但上一次訪問的時候 我也有提及過 但… 多謝發聰哥一會兒 U18 U18 Tracy你這麼好的 好,來問問這位很可愛的天位 Tracy你又如何去接觸棍網球 我是在中學的時候有興趣班 之後我就玩 即是要上課 大家PT課一定要學的 然後我就… 咦,這麼容易接的 所以我就打算 不如試試在外面 看看有沒有班可以學 因為我也覺得好玩很刺激 但你比較特別 我覺得通常都會說 不是那麼容易接的 對 第一次就會想 不要打臉 閃開 你有這方面的天分 對,但你是… 你說中學才玩 通常小學的階段 一定都有玩一下 捉籃牌網與兵的朋友 那你小學階段的時候 玩什麼 我小學的時候 我是玩籃球 打籃球 是嗎 所以可能因為… 其實我自己覺得 網球有一點相似 跟籃球有些相似 就是可能有些動作 所以可能容易上手 不,而且我覺得你應該 喜歡玩就是 那一刻 明明籃球的籃球 定了在我 現在我可以移動 是嗎 對… 而且我自己也喜歡跑來跑去 所以我覺得 網球是一個… 挺好的 對,挺好的選擇 而且是我真的喜歡的東西 就是裡面有很多元素 可以不要 而且接到籃球的時候 滿足感很大 對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應該是 我之後一定要玩的運動 但你初初接觸的時候 我都小人問阿Jam 就是那一刻 不是說很怕 籃球近來的時候 你會想避開嗎 接著拿著支棍 我就會這樣 支棍在這裡 籃球飛過來 我就這樣 通常就是接不到 會很害怕的 你會很自然地 想閉上眼睛 是 那你怎麼去克服 還是你其實都不用怎麼克服 都已經適應到 適應 我其實好像也沒什麼 怎麼說 很害怕的 因為有那個眼罩 所以其實有保護的時候 其實就沒什麼那麼害怕 還有以前我一開始學的時候 是用籃球 不是平時打開那麼硬 所以那個殺傷力沒有那麼大 還有其實也有中過臉 所以打了一下發現 其實也不是很痛 所以就沒什麼 是媽媽心痛 媽媽說很痛 我不是很痛而已 Jam你呢 你有沒有剛才我說的 那個情況出現過 初學的時候 其實應該也有的 雖然很久以前 沒有多久而已 不是走多年 但是可能也是一個動力 去學會接球 就會覺得我接了球 那球不會打中我 但實際上這些 其實是我們這些 門外看的一些誤解 你剛才教的新人的時候 都應該有一套安全的方法 是 我們也是 頭頭可能會用手拋過去 讓他學會了接的方法 那不要就是 因為如果可能新學 兩個學生自己去互傳 其實就比較危險 因為傳那個人不懂得傳 接那個人不懂得傳 通常可能叫他們用手拋 先拿一下接球的感覺 之後才讓他們做一些傳接的動作 那開始的時候剛才玩 那個球是不是 剛才Tracy說是比較軟 是 因為其實有時候 專門是給初學者 是 用初學者 還有學校推廣 因為香港的學校範圍上 周圍可能有很多玻璃、車 所以我通常會用一些 軟一點的球 就算可能他接不到彈地 都不會打爛任何東西 大家看到畫面上面 教練在錄音場上 我們叫做 那一刻我會覺得 你有時應該都會挺兇的 是不是 如果在教練崗位的時候 我一時時 朱英需要兇的時候就會兇 你不用問他是否兇 一定有的 你問他是否好教練 好教練 即是很兇 沒錯 一定是 我問對的 明師是故事 Tracy 我們現在 James先出去 他現在不讓看這個直播 你又覺得Tracy 是一個怎樣類型的教練 會不會是很兇 還是他真的會兇 但真的在很有需要的時候才兇 James 其實我覺得他不算兇 是嗎 其實他很疼我們 我自己覺得 很照顧 他有兇的時候 是因為我們可能氣餘 或者有一點不開心的時候 他就會拿他的兇出來 振作我們 所以我會覺得是有用的 適當的時候 適當的時候有一個嚴厲 就令我們可以有士氣 還有他這次在這個 細錦賽裡面 他也是教我們要有霸氣 那這一刻的霸氣 我們就要保持了 最後回來 繼續跟大家說一下這個細錦賽 好 繼續回來 港台體壇一二三 體壇你又四 今天請來的嘉賓朋友 繼續跟我們說些甚麼 就是說下這個棍網球 有我們兩位的美女 今天他們說 好了 教練沒有甚麼霸氣的 平時有時有少少惡 但那些惡是我覺得有溫度的惡 希望他們做得更好 也不要那麼輕然放棄 我也想感受一下這些溫度 好 回來了 有我們香港棍網球女子U20代表隊的教練 就是范德君、阿Jam 還有他們的代表隊隊員 就是林天衛Tracy Hello 歡迎 剛剛不久之前 才是香港第一次 搞棍網球的細錦賽 是嗎 教練 沒錯 這屆是我第五次參加的細錦賽 其實都是第一次在 我參加的細錦賽 在亞洲舉行 其實亞洲都很久沒有舉行過 你第五次參加 是 四年一次 是 好了 不算了 好了 不算了 都不只是打的 我又再教的 是 所以其實都很高興可以在香港舉行 還有在亞洲舉行 這件賽事 是 但是你之前試過去參加過幾屆 那幾屆分別在哪些地方舉行 在英國、加拿大和美國舉行 是 那你感覺在自己香港舉辦呢 那個氣氛是怎樣 其實那個感受很深 因為其實我們的開場 我們就在旺角大球場 去對亞洲 是 我其實沒有踏足過旺角大球場 是 是 我第一次踏足旺角大球場 還可以下場 教球看著香港隊比賽 是 有幾千的觀眾在這裡 為了我的球員去打氣 其實那個感受很大 是 那Tracy呢 你又下場了 是 我相信 如果香港這些聯賽 就未必會有這麼多人 還有場景那麼厲害 那你分享一下感受 我的感受很大 因為我一進場的時候 我已經聽到有很多觀眾 還有我的家人和朋友的尖叫聲 還有大家的歡呼 然後就給我很有一個動力 就是 我等一下一定要做得很好 我一定要拿我最好的表現出來 給大家看 還有我自己本身有教小朋友打球 所以有很多小朋友來支持我的時候 我覺得很欣慰 就是 他們來支持我 而且不停 不停喊 不停喊 所以我就覺得很開心 這個真的是很難得她的機會 是啊 Tracy有很多粉絲 當然是舉了牌 那是寫Tracy 還是寫天衛 還是寫Miss Lam Tracy應該寫Tracy 對 我覺得很開心 好像你帶了一些戰衣 對 給觀眾分享一下 好 這個就是… 是不是… 好,先打開它 打開它 這個就是我今次打這個 細錦賽的球衣 八號仔 八號仔 是… 然後… 就是很傳統 就是那個顏色 還有中間有一個棍網球的… 就是香港棍網球的… 是… 總會的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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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但其實我知道這次 這個在香港舉辦 第一次舉辦棍網球的細錦賽 都有很多不同世界各地的強隊來到香港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體會 跟那麼多一些不同的隊伍去交手的時候 壓力是有的 但壓力也是動力 對不對? 教練,整個部署之前 有沒有一些事情 現在可以跟我們分享呢? 其實因為我們的分組 整個賽事有20隊 分了四組 我們的同組有… 包括英格蘭、愛爾蘭、日本 很厲害 和亞米加 其實英格蘭和日本 我們之前都知道是比較強隊 因為他們世界都是排頭五的 是 愛爾蘭我們都有一些未知之數 不太知道他們那個… 打法和水準 因為尤其是U20 其實那些球員就… 未必好像每個人都很出名 未必可以找到很多資訊 就是我們scouting上 都未必很知道他們的事情 但是我們第一場球 看到… 我以為贏了日本 是 就開始有些… 好像都比較難打我們這一組 是 死亡之組 真的厲害 但是我每天都跟他們說 我們不要理對手 我們打回我們自己做到的事情 人家如果真的… 我們記不如人的 是我們… 我們要回去再練習 還有一個動力 我們下次再做好一點 但是最主要是我們打到 我們自己的水準出來 結果是… 就是… 那亞米加這隊球是怎樣的 亞米加其實… 他們是… 所有球員都是比較快的 速度很快 而且很…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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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可能… 就是… 球零上可能… 我們的球員比較… 打得久一點 所以技術上可能… 我們就… 容易做到我們要做的事情了 是… 我們正所謂的 下場就不能協助 堅持站在自己的主場 還要旺角大球場 對嗎 那一刻呢 是否真的… 剛才也說到 哇… 有這麼多一些自己的粉絲 有很多的市民進來撐場 都很感受到那個主場之力 對於球員來說 是否真的主場之力很有幫助呢 我覺得很有幫助 因為我真是第一次… 我都是第一次踏入旺角大球場 所以… 就是… 入到那一刻 還有我們熱身… 就是… 在… 休息室那裡準備好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 播一下歌 大家一起唱 那個氛圍是真的很好 還有我們… 大家是一直… 支持大家 我們每做每一個事情 都會很… 支持… 就是我們全部都是會… 加油 我們做到這樣 所以我們就… 很興奮… 還有… 我們每一次開球之前 我們是會有一個… 儀式是要進去… 接著有國歌的環節 接著我們… 大家都說… 播的時候 我們都很自豪 我們自己 因為… 我們真是… 為香港去… 打這個運動 接著我們就很開心 我們都真是可以… 代表到… 香港U20 去… 在旺角大球場表演給大家看 是… 因為有一個使命感在這裡 我覺得… 我要… 平時的訓練 我現在要做到最好出來 因為有時候人緊張… 各樣東西… 雖然我不是運動員 你發揮了… 但知道是… 重哥最明白了 他是運動員 所以去到臨場要發揮得好 其實真是天時地利人和和心理 沒錯… 沒錯… 相信你們當時都發揮得很好 有教練的帶領下 好像… 除了你們自己說了一件戰衣 還有一件戰衣… 這件戰衣是甚麼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件就是… 我和… 因為我有一個旅程 是和加拿大游這個游尖 所以當時就認識了一些… 盡地址之宜 對… 不及不分你們 就認識了一些加拿大的球員 所以當時已經答應了大家 說我只要換一些衣服回來 就是和他們一起換 所以我們最後就換了 他們一件訓練的… 練習衣服 練習衣服 所以我就… 我想問加拿大打的成績是怎樣 是怎樣 他們今次拿… 細錦菜拿第二名 是 Dee 那你這件衣服 就馬上升職了 是 還有《親筆簽名》 還有《親筆簽名》 有《親筆簽名》 我想問一下 現在你… 寵哥你拿起 先說對這件衣服 這一件就是比賽衣服 大家看到好像一般運動服 有奏的比賽衣服 但我看到剛才Tracy展示加拿大 那件是練習服 那件是背心型 是 這個程度 也就是這種設定 通常都看得到 因為背心型的裡頭是 proved 所以我們很容易練習的時候 分隊 他們就可以 19ORD順 Surface 然後反着衣服就可以了 那不錯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鑰匙扣 這就是我ifiable 自己的隊友製造下的鑰匙扣 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這邊是個深深 就是因為我們的隊伍是說 他都整理給我們整個隊伍的人 然後他說心心就代表一條心 我們大家一條心 所以我們每打一場的時候 就一定要掛著這個 這個隊員真的很有心 對 而且每一條 我想都是有他送給那個隊員的名字 我看到這條是錯的 對 Tracy簽了這個名字 對 他有寫完我們的名字 而且他是故意自己織的 他是守織 親手織 所以是更加有心思和有意義 但平時知不知道這位隊員 他是不是自己都很喜歡守織 平時都掛了很多東西在一個袋子 沒有的 完全不知道 對 他秘密練回來 對 完全不知道 很大驚喜 隊員收到 還有另一個旁邊那個 就是我們一個隊員 都是自己織的 但他是自己親手畫完 我們每一個人的公仔之後 就織了一個鑰匙扣 所以現在這個鑰匙扣 那個公仔的樣子是你 對 每一個人都不同 對 每一個人都不同 他畫得很像 對 你看到鑰匙扣 你一定知道那個人是誰 對 對 又是隱藏的才華 對 又是不知道他原來這麼會畫畫 所以教練 我真的很欣賞你的球員 為什麼呢 他們平時應該是 雲無雙寸 最主要練習的時候 就是集中要去練好 很多其他花邊東西 沒有什麼時間去交流 是現在這些這麼大的賽事 重要的日子 才展現自己 隨棍網球以外的一些才華 引臨的武功拿出來 對 但在比賽場裡面 我們經常都說 落得場當然是想贏的 是否才做運動員 但是在過程裡面 不是只有贏輸的 還有很多東西 從其他隊裡面 都會看到 看到一些我們可以學習的東西 今次整個的細甘賽裡面 譬如Tracy 你自己又學到些什麼 看到些什麼呢 我學到的是 因為我們這個網球 除了普通就這樣射球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叫 Behind the back射球 或者 總之有很多其他的技巧 但是我見到 例如我看美國和加拿大的 總決賽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們的球速是很快的 而且他們不是真的用跑 去帶球下去 或者他們真的用全球 所以打球很快就已經 帶到進攻那邊 或者防守都會很快 準備好 然後他們除了普通的 就是全球之外 還有一些就是 剛才我說的Behind the back 他們都說我會就這樣 向背脊傳球給隊友 他們就可以立即進入球 然後我看到有這些技巧 我就覺得 哇 原來這個太亞 原來可以這樣做出來 所以就會令到我自己 都很想學回他們同一樣東西 他們就會讓我 認識了很多其他技巧 教練在其他很多外隊那方面 你是不是都吸收了很多新的技術 或者他們的打法 當然 可能會在技巧上的東西 也會在其他隊伍道學到 還有接下來我們 我們有些 接下來的可能 尼亞細菸賽 或者一些外圍賽的時候 其實也有機會 對回其他隊的球員 其實也有些少少 scouting的元素 在那裡 各位球員可能 我們接下來 這幾年都會見到 他們在亞太區的比賽 我們都可能看看 這些球員 在哪裡來 他們打法 我們都要開始去想一下 應對的方法 是 我很想鑽研一下 剛才Tracy說的那個 背後的那個 其實那個是否 你很難練到的呢 教練 其實做那個動作 是不難的 但是做到那個動作 可以傳到一個很準的位置 這個是最難的 因為通常 他們背後的背後 是像no look pass 那樣的 就是真的 我看著那邊 但我的球 就向那邊飛 所以你就要練到 你很準性 對那支棍 在哪個位置出球 那個力度 而把那個球 可以不用看 那個角度 傳到球員 Tracy 人棍波合一 我有信心對你 好 你專責跟我去練好這件事 我給你一個任務 因為我覺得 剛才你說出來的時候 你的眼睛有團火 如果這件事你是做到 不停去練 我可以幫忙的 是的 我可以幫忙 幫你收拾一些球 給你 然後去練 很厲害 那你是不是想這方面 都嘗試鑽研一下 是的 提升技術 還有其實結束了這個細錦賽 我現在都開始再去練一下球 所以我在現在練球的時候 我會嘗試多了 因為我會覺得 既然別人都做到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努力嘗試 我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就繼續努力去練這個 技術 是的 細錦賽就結束了 但是接下來的比賽都是浪接浪的 教練現在鋪排定了 是不是接下來的世界賽 外圍賽這樣呢 是的 其實接下來下一個叫做大賽 就是2025年我們有個 細錦賽的外圍賽 亞太區的外圍賽 那就一月會去澳洲 居行的 其實我們現在都在練兵 就是為了兩年之後的世界賽 是的 外圍賽 的外圍賽 你打的區分就是亞洲區 是的 有多少隊參與 還有多少個名額 可以晉身進入這個決賽 這個亞太區現在就有8隊 去參與這個外圍賽 名額就有4個 亞太區有4個 是 總共的那個細錦賽 就會有16隊參加 是的 你們在亞洲區域 有哪幾支隊伍 對你們來說是一個最關鍵的 最難打的隊伍 現在排名最高 就應該是澳洲和日本 然後跟我們水平差不多 就應該是紐西蘭 中國 和南韓和中華台北 都是差不多水平 是的 那是不是都要等差不多 到比賽的前一點 譬如你2025年一月在澳洲打 大概什麼時候會知道 抽籤抽到對哪一隊 暫時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 我們知道 因為通常他們這些比賽 都有個 大約都知道他們怎樣分隊 大約會出現在的行程 可能他們會一、二名 會分開 之後就三、四、五、六 這樣 那今晚上次的細錦賽 我們現在大約猜到 我們會跟哪一隊 但就還沒消化 還沒消化 就是 是的 譬如Tracy 你短期還有什麼目標 想讓自己 除了那個背後 不知道 短期目標是 因為我十月的時候 有一個叫 Super Success的比賽 所以我十月 十月 十二月有 但我會十月有這個選拔 希望我在選拔可以做得很好 可以進入這個隊伍 可以再次為香港打這個比賽 到時候我會拉一張Banner來的 是 U60撐U20 Tracie 對 U30撐20 重哥你真好 你又再次提 我改一改 交叉去 然後變成30 我就是U60 那我U60加30 齊撐U20 這個口號也不錯 今天多謝一下 Gem和Tracy 謝謝 多謝 謝謝各位 歡迎大家收看體壇大數據 我是你的主持人鹿鹿 我是何靜光 師傅 現在天氣這麼熱 不動都很流汗 做了一陣運動都全身濕透 令我很不舒服 其實運動流這麼多汗 是否正常 其實運動流汗 是人體的自然反應 主要是幫助我們散熱 如果你不流汗 反而有問題 流汗的情況 會因應不同的因素而改變 例如環境濕度 溫度 空氣流通的情況 運動強度等等 是呀 我有些朋友 不是很出汗 事務死人 如果你在一個很熱 很潮濕的地方做運動 流汗量自然會比較多 如果你還穿著 不透氣的運動衣 流汗就更加多了 我們所謂焗汗 在這個情況 一兩個小時內 是可以流超過2000cc的汗 運動完之後 是否要馬上抹汗 有時候我一做完運動 我就馬上洗澡 這樣是否會好些呢 馬上洗澡或抹汗 對於身體降溫效果 不是太理想的 因為汗水還未完全蒸發 沒有做到散發的效果 相反 如果運動員 你沒有馬上抹乾汗水 或者穿著濕透的衣服太久 還有可能會因為汗水過度蒸發 導致體溫流失得太快 特別在風大的地方 更容易穿涼 所以運動後 適時的抹汗和悶衣 是很重要的 知道有流失 就要知道怎樣補充 又應該何時補充水份 不只是補充 是預先做好準備打底 在運動前的30分鐘 就應該要喝定水 最好維持著300至500毫升左右 之後每20分鐘 再補充150至300毫升 運動完之後 就要繼續補充足夠的水份 不單止喝水 我平時還會喝些運動飲料 是否很聰明呢 要看哪一種 市面上的運動飲料 通常糖分很高 不理於運動後的佩服 如果你要喝運動飲料 我會建議你 將它和白開水 以1比3或1比4的比例混合 這樣就可以降低糖分 和降物質的濃度 如果我不做運動去喝的話 那豈不是肥仔水嗎 你真的要看真點 那些食物的標籤 知道了 我以後都會留意的了 不過有老人家說 熱的時候不要喝冰水 又是否真的呢 運動後喝冰涼的白開水 大概15至22度 反而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它可以更快幫你補充水份 亦可以適當幫你降溫 最重要是根據你自己的情況 適時補充水份 和注意汗水的處理 多謝老正師傅的指點 今天我學了很多關於運動流行的知識 以後我打完籃球 我就不洗澡 就和你做節目 希望師傅你不要介意 你給我一些臭汗 不會是臭汗 應該是香汗 是嗎 香汗臨 剛才說到棍網球的世界賽外圍賽 明年1月在澳洲打 希望他們在備戰方面 我對他們很有信心 應該做得更好 2026年在日本舉行 世界賽到決賽 但是很快 今晚已經 中國的足球隊 就會對著沙特阿拉伯 今晚7時 大家要留意著 我們港台電視32 就會獨家播映這場賽事 記得大家一定要看 希望中國隊可以復仇 祝他們 祝他們 有些在電視看 有些可以入場館看 因為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 今天開始 至星期日 一連六日就會在紅館上演 這次厲害 重哥 顆顆巨星 我看一看名單 真的嚇到我 有沒有搞錯 整個奧運會那些超級巨星 安賽龍 大部分都來了香港 安賽龍 然後就是韋力申 還有陳雨菲 戴智榮 厲害 剛才說到顆顆巨星的時候 重哥 不行 可能要量量個旗 進去場館感受一下 是的 如果你女商 就有劉勝書和譚寧 還有 我很想看這組合 運商的組合 就是韓國的金元浩 和鄭雅 他們在奧運的金牌戰下銀牌 很厲害 還有我們本港的球手 當然要支持我們港隊 當然有我們鄧俊文和蔡影雪 藍單的李卓叫 女商的商陽 就是楊雅亭和楊佩林 大師姐帶著小師妹 還有呂單的盧善恩 還有伍家朗 吳英倫 李俊熙 吳紫柔 范家欣 尤萬盈等等 20位香港球員就是迎戰 是的 有20多個國家 300多位運動員 來到香港 進行一個香港的羽毛公開賽 大家記得入場支持 是的 雄冠舉行M品牌的比賽 好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阿旦 2 2 3 3 4 5 5 4 4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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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